基督徒怎么样认识苦难 当我们做诚实的人 我们已经忍耐 很有涵养又很诚实 又很真实的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很实实在在的 做真理见证的人以后 我们还要受苦的时候 怎么办 你不要怕 因为我们知道 苦难有四大来源 你写下来 第一个源头 苦难是因为 这个世界受咒诅以后 上帝许可人受苦的 自从亚当笑话犯罪以后 上帝就说的 劳苦要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要咒业 就受苦 你们要流汗才的糊口 女人要受生残之难 所以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 女人生意的事情上 她心中怕得不得了 这是男人要做苦工 女人要受生残之威胁 在这些苦难 第一次从上帝的口 讲出来 这是因为地受咒诅 不但如此 这地上的泥土 伸出井寂来 伸出井寂来 使你不能够太容易 过你的生活 一个人到了长大 他才知道 每一顿饭都不容易 每一件工作不容易做 这人的一生 不是很简单的 那么 这就是因为地受咒诅 所以苦难来到 第二 苦难从哪里来 因为人自己犯罪受报应 所以如果我们对人好 人家就对我们好 如果我们对别人不好 人家就对我们不好 恨人则 人恨恨之 爱人则 人恨爱之 这是中国古语 是我们大家都明白 那个常理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呢 如果不满意你的现状 你就要回想 你过去没有杀众 为什么人对我不好 为什么人不尊重我 你从小到大 你尊重人吗 如果你从来没有做好事 你从来没有尊重别人 你突然间盼望 全世界的人都 自动要尊重你 你在梦想 如果你对今天不满意 就表示你过去没有杀众 如果你盼望 有更好的明天 今天就要开始 下资本 为自己建造将来 今天坐向其成 不要杀众 盼望收成的人太多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为什么你受苦 可能因为你过去对人不好 现在轮到你受苦 一个诚实帮助人的人 当然自己受苦的人 那些受他帮助的人 很多很愿意 帮他渡过难关 我一个会友 房子被火烧掉 他大哭 他来找我 他不是啊 我房子被烧以前 刚刚进一批货 很贵的货 刚放进去 第二天就全部烧光了 为什么不是前几天 货还没有来 为什么不等一两个礼拜 货卖完了 那个货是什么 都是布 所以他刚刚进 整个仓库的布 刚刚进去 马上火就把整个仓库烧光了 他苦苦来找我 就为他祷告 我只对他讲两句话 上帝知道你的状态 上帝知道你的状态 而不久以后 上帝会把你的东西还给你 怎么讲 我说 我知道你是信实的人 你是很诚信可靠的人 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 上帝不会丢弃 几个礼拜里面 那些曾经受他好处的人 都全部拿钱来帮助他 给他重新做生意 一点困难都没有 过了两年以后 我再到那个城市 他找我 他说 我现在所有的 比两年前烧光的时候 以前所有的更多了 我感谢主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今天没有满意 我们今天看别人对我们不好 你不要忘记 因为你对别人不太好 因为你对别人不好 你盼望人对你好 这是做梦 如果你平时 懂得怎样做人 怎样尽责任 怎样行善 怎样造作神的旨意 好好忍耐 好好诚实 当你受苦的时候 你告诉上帝 上帝已经预备了 许多的天君来照顾你 也预备了许多 地上他的铺一 来帮助你 罪的第二个源头 就是你自己杀的种子 产生的国小